養老院應該是一個愛心的服務 當它變成純粹為利益 很多時候有些悲劇發生 這個報告說 有三個在加利福利亞州 住在要協助生活的 安老院的老人家 三個被為一個洗潔精代替了果汁 而這個洗潔精是Alkaline Cleaning Solution 是簡性用來清潔的液體 這些進入了身體戰 其中一個93歲的女人死了 另外兩個都要進入醫院 即是三個人無緣無故吃錯了 而這個死者 因為他已經沒有了自己的飲食能力 所以有一條喉嚨在嘴裡 然後倒進去給他 根本他也沒有拒絕 所以這次仍然被調查 有關員工暫時是優價 直至調查員為止 服務公司說會和警方合作 這些新聞我真的很不想說 不過也太多了 連這間公司在2018年 已經被一個86歲女人的家人告他 因為在這個公司的照顧下 有Multiple Injuries Multiple Injuries Multiple Times 很多次都有受傷 另外一個就是 2020年 即2018年有 2020年有 現在2022年 兩年一獲 這個就是來自加州 Atrium Park In St. Mateo 我覺得如果是沒有心做愛心服務 就真的不要開老人院